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好 那就不啰嗦啦 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啊 今天主題要講什麼呢 今天主題要講 這個叫做滿滿的性騷擾 今天聊的兩個主題其實都是性騷擾 但是我想要引申出更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 就是 理念 只是權力的假面具 其實這個是我更大的主題 就是在 最近啊台灣台灣的這個政壇 民進黨爆發這個 一連串的這個 性騷擾的醜聞啊 民進黨版的metoo事件 一件爆出來兩件三件四件五件 一直爆出來 那民進黨呢 他起家就是 給人家那種就是 呃 什麼 性別平等啊 什麼女權啊 當然還有什麼環保啊 還有什麼自由民主 反正就是這些理念 然後就是他靠著這些理念 還有口號 去做政治上的衝撞 然後才起家的一個政黨 所以對於 對於在民進黨發生這種所謂這個 性騷擾 然後還壓案子的這種事件 那當然在輿論上就會覺得 哦實在是 很 就大家會覺得更無法接受 如果講難聽點 如果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大家對國民黨的那個 呃 可能 外界給他的一個刻板印象 或者輿論給他的塑造 就是那種什麼 呃 將綱文化啊 然後就是 呃 當然 國民黨實在也是蠻將綱文化的啊 但是說 在 內部發生性騷擾事件 然後會在內部裡面把它壓案子這種事情 大家會覺得 國民黨比較有可能 結果沒想到 民進黨是這個德性 而且 而且 看起來 這個是 擊斃已久 啊 好 我們來現在看一下這個民進黨最近爆發出來的一連串 me too 事件的這個性騷擾醜聞 啊 來 我先把自己縮小 然後 先把自己縮小 來這裡 這個懶人包 民進黨的me too 事件啊 燒出八個案例啊 目前為止啊 那個會不會有新的案例出來 不知道啊 那八個案例 我們來直接來看懶人包 好不然一個一個案例介紹太久了啊 民進黨爆出多起黨公遭性騷擾的案件啊 好來 我們來看第一案 就第一案就是 這個叫有破瘡效應的這個案子啊 就是 當時的主管是婦女部的這個許家田 發生在民進黨婦女部的啊 就是有一個工作人員啊 在拍攝影片結束後 回程的車上到這 遭到這個導演啊 薛曹輝 蔡英文叫他輝哥 上下起手啊 出手撫摸受害者後警啊 在下巴尖頭與胸上游移 下巴尖頭跟胸上游移 喔 好 呵呵呵 呃 愛撫與按摩等等 受害者下車後立即躲進廁所 打電話給同事求救啊 然後這個 內部就發生這個所謂的壓案的事情啊 包括當時的這個主管婦女部的就說啊 所以呢 你希望我做什麼呢 受害者跟那個主管去求救 那個主管就冷冷漠回覆 那你希望我怎麼樣呢啊 當然處理啊怎麼樣啊 那第二次面談的時候 甚至跟受害者講啊 就是這個婦女部的這個許家田跟受害者講 那為什麼不下車勒 在公司公路上跳個屁車啊 你怎麼沒有叫出來呢啊 那 呃 表示這件事情如果照黨內程序走 名譽可能會受損 更只問受害者 確定我要去跟 創媒中心找那件事嗎啊 使受害者錯愕又受傷 就是他的這個主管的處理的這個態度 顯然就是 想要把這個案子給戳掉啊 就是不要把這個事情爆出來啊 因為當時這個是去年九月 那在九合一大選期間啊 所以就是可能他們也有政治考量 但是民進黨婦女部 這個主管又是女的啊 這個叫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女人 你又是婦女部 而且這個主管是女的 但是當你的這個女性部署 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你顯然並沒有站在女人的角度 替你的這個部署發聲啊 當然也不用說站在女人角度 就站在公平正義的角度 性別平等的角度 你也應該要處理啊 但是顯然是錯案啊 那當然這個第一案是爆發出來整個 行錯整個 引起了整個輿論效應啊 那包括 呃 當時的這個 傅秘書長 是林非凡 林非凡是 更是婦女部上直屬的主管 所以這婦女部這個案子 要報到這個傅秘書長這邊啊 那顯然 呃 要怎麼處理也是一個頭兩個大 林非凡也是啊 當時太陽花時代 你是年輕人 然後 衝撞這個舊 舊體制 啊 結果你在這個體制以內 也變成了當時自己反對的那個 招老頭的那個樣子 啊 最討厭的那個樣子 這些年輕人都變成了當時自己反對的那個樣子 啊 好那這是第一案啊 因為太多了 那其他就族凡不及被宅啊 第二案 第二案就是 青年部的主任是當時的主管 就是也是黨工 青年部的黨工 控訴這個青年部的主任啊 呃 不是 控訴他的這個 呃 青年部主任的愛將叫陳又豪啊 私下多次行為預局 讓受害者送早餐 要求陪付酒局啊 飯局的時候借機搂腰摸臀 甚至親吻臉頰啊 造成 出差的時候更瘋狂敲門 按電鈴騷擾造成當事人不適啊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在主管處理的 可以說 在民進黨內部 他們這個搓湯圓文化顯然已經形成已久了 因為你看那個主管怎麼處置的 主管叫蔡慕玲啊 進告訴受害者 你把人家燒到整懶趴火 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 誰不把這個門撞開 就是說 這個陳又豪就是這個女 女生的這個同事啊 要要追求這個女生的這個叫陳又豪 每天都送送給這個受害女生早餐 那你不就接受人家早餐 所以主管說 你每天都人家送早餐給你就拿 所以就收 把人家燒到整懶趴火啊 是不是 就是把人家火都燒起來了 然後就是講 雄性動物追求異性不成 總會被三號至尊嘛 你要多體諒 反過來檢討受害者 反正這個就是第二案 然後第三案 第四案 第五案 第六案 第六案是謝沛芬啊 很多人要我忍耐 謝沛芬自己爆出來的 很多人要我忍耐啊 這個第五案也是這個主管叫蔡 蔡慕林啊 顯然他就是這個德性啊 第七案 時任議員的吳思瑤啊 收東西時都遭地方裝腳 用信封戳胸布啊 第八案 激進黨 激進黨的這個男性黨 現在已經變到民進黨高層了 激進黨內部訓練外宿時 在床上 遭當時的黨工A猥褻 不但息胸摸乳頭 甚至強行口交 欸 男性黨工是應該是也是同志的吧 他不是 因為不可能外宿是男生跟女生一起住嘛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同志 也是男的跟男的啊 所以就是這個激進黨當時的這個男性黨工 在內部訓練然後外宿的時候 因為男生跟男生睡嘛 然後那個受害的男性 就遭到當時的這個激進黨 現在的民進黨高層 偽褻襲襲襲 喔所以原來男男戀也會襲襲喔 喔 喔沒有啦我不是我只是說啊 我不知道原來男男也會襲襲 摸乳頭甚至強行口交 唉 這種東西還能強行 好啦算了我不要太多想像的畫面 幹 好啦就是說 在激進黨當時也發生了這個性騷擾的案件 然後這個這個當時性騷擾這個男性黨工 現在變成民進黨高層 所以這就是第八案 所以總共就是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喔 民進黨連續報了這八個案子 連續報了八個案子 然後 我必須講啊就是說 民進黨一直以來是以這個什麼 反正就是一些比較 該怎麼講清新的價值 比如說性別平等 女權 女性主義 環保 自由 民主 包括在台灣還有台獨 台灣要租的意思喔 這些 感覺都是很 很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那種 進步價值 應該講進步價值的一種 一種觀念去去起家 然後去去衝撞舊體制 起家的政黨 那但是呢 在民進黨內部 卻發生了這些事情 而且主管都是採取這種 搓湯圓文化 去把它搓掉 吃案 這個叫吃案 搓案 反正就是 不要弄 然後甚至還就是 就是要這些被害人 大局為重 你不要影響到我們的選情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個案子的這個 這個 女生 他控訴他的這個 當時的同事啊 這個女生的臉書 他是他怎麼寫的啊 好這個女生啊 你看喔 這個女生我 我看他的臉書 我都感覺出來 就民進黨 讓他的這些 支持者 相信他們這些進步價值 價值的這些年輕人 多失望啊 他們是真的是愛民進黨 然後相信民進黨的進步價值 進而進入民進黨去為民進黨 的這個理念拼搏 在民進黨當黨工 結果在他們身上 就發生了這些事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女生的臉書啊 你看這女生他講 我知道此時此刻 民進黨承受不起 再有第二個受害者出現 因為他 他PO文的時候 已經第一案已經出來了啊 任何的受害事件 都會被上升為政治炒作 進而攻擊這個我深愛 而且投入一切熱情服務的黨 但是對不起 我真的撐不住了 不論是看了影劇 還是看了其他黨工的求救性 真的覺得好累好痛啊 所以他就開始在臉書裡面 把他的這個第二案 就是他的這個 他的他的部門 這個陳又豪 還有當時的主管 時任青年部主任的這個 蔡穆林 他們他們的這個 對於他的這個 性騷擾霸凌的這個事件 是他把這個故事給講出來啊 那內容我就不詳述了啊 剛剛剛剛那個懶人 幫我稍微介紹一下 但是總之呢 你在這個 在他控訴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感覺出來 他對民進黨真的是 當初是真的一股熱忱 去加入他這個深愛的這個黨 那但是沒想到 卻在這個 他最愛這個黨裡面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啊 他是很 他是一個很衝突的 他以為這個是他 他的偶像一般的這個黨 他的理念 就沒想到在這裡面 發生了他最討厭的事情啊 他當初反對的這個 他加入這個團體 其實是他當初反對的這個力量 就是他反對的這個勢力 在理念上反對的 結果他卻加入了 然後呢 他就說這一次我是選擇 為了我自己而勇敢 所以我不要再為將綱文化 不要什麼大舉為重 我要選擇為自己勇敢 所以哪怕我知道我第二次 爆出來 我一定會傷害到民進黨 但是我仍然要講 因為我要為我自己而勇敢 我也相信我始終熱愛的這個黨 一直是一個多數人都重視年輕人 堅持性評價值 也是懷抱著公平正義理念的政黨 就是說民進黨的這些 我真的覺得 他的確 因為他吸引了很多 有這個熱誠 有熱血的年輕人去加入 那真的試圖在民進黨內部去發揮 他的理想 當初他相信的這個理想 哪怕這個理想是 黨給他編造的這個謊言 虛幻的泡泡 但是他當初仍然抱著這股 年輕人的純粹去加入了 但是加入了這個 這個他相信熱愛的這個民進黨裡面呢 卻 受到了一身傷 滿身傷痕 傷痕的退出了這個政治 他現在這個女生也退出了這個政治活動 他都把這個 一個女生講出這種事 而且他也沒有把他照片鎖 他都秀出來 他就是說 我就在這邊 我也不用怕 什麼證據我都有啊 那 呃 我看一下啊 呃 好 無論你們說什麼 或是如同過去一樣 無視事實相辯解 我已經無所謂了 除了有截圖錄音 我說的事件皆有募集同仁 醫院也有紀錄 我不怕你們 啊 所以就是說他當時在民進黨內部 他其實受到一股強大的壓力的壓迫 去給他 讓他去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性騷擾案件去妥協 啊 那所以 他他之前的確是受到這個壓迫 之前極限妥協 但是現在 當然第一案的那個女生也是很勇敢 因為這個第一案女生站出來了 就導致這個叫破窗效應 就是 後面的這些人都知道看到了就 也勇敢的站出來 所以第一個女生其實更勇敢 但是我是引述是第二個女生的這個臉書啦 那 所以我就說 民進黨其實 他當時 我 我 對於這個女生 他現在仍然相信民進黨是他 當時熱愛的這個政黨 他相信大部分他仍是堅持這些進步價值的 那我尊重這個女生想法 但是我必須要講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以我 以我看 這二十幾年 因為我年紀比這個女生大很多嘛 那我看這二十幾年 民進黨從一路以來 他提倡的一些價值 包括這一次的性別平等女權 在婦女部發生這個事情 性別平等 環保 自由 民主 還有台獨 好 這些民進黨標榜出來的價值 現在事實上證明了 全部都是他用來奪取權力的工具而已 所以我是說 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所有的這些理念 性別平等環保 自由民主台獨 只是他為了奪取權利 戴上了這個假面具 他根本沒有要堅持這個理念 我要跟這個受害的女生講 你熱愛的民進黨 他根本沒有堅持這些理念 這些他 他號稱 他為了奪取權利的工具 性別平等我就先不講了 環保 他有堅持個屁環保 他現在還有堅持環保嗎 什麼惡靈 他當然 反核是他的這個理念價值 但是 他反核是當時是建立在環保的 現在他是為了反核去做一些 污染環境很多的事情 包括還蓋三階 對不對 之前的三階 那個藻礁 那個 去年 幾年前四大公投 為了要蓋三階 然後把那個藻礁給破壞了 當時也引發了很多環保人士的不滿 民進黨也沒有要堅持環保 再來 自由 不管是新聞自由 人生自由 然後還是從政自由 不管怎麼樣 媒體輿論自由 是民進黨當時捍衛的 這個是國王的爭操一般的價值 結果現在呢 民進黨 關中天 三百萬 對不對 他哪有去捍衛這個 這個新聞自由的價值呢 他根本沒有啊 在你只要跟他利益衝突的時候 他捍衛的這個價值 他是可以翻臉不認的 因為他捍衛的是 他他要保護他的權利 他標榜的這個價值 只是為了他奪取權利方便而已 再來民主 他民主個屁啊 他根本做了一些反民主的事 民主叫做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要尊重少數 但是民進黨在立法院裡面 在行政上面 他完全就是用多數暴力去整個凌駕 去欺負少數 他完全沒有聽少數的聲音啊 所以台灣的民主只有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那但是多數從來沒有尊重少數 這根本不是民主 台灣的民主只有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從來沒有尊重過少數 再來就是台獨 還現在你們覺得民進黨還會台獨嗎 台獨根本就已經 中華民主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那照這個講 那你在那個老蔣小蔣 還有李登輝早期的時代 你去標榜台獨幹嘛 中華民國不是早就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你在標榜台獨 你當時標榜的台獨 你就是騙人的嘛 因為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了 你還獨個屁啊 那你自己已經拿到這個權力了 你只是為了拿到權力 你標榜這個台獨嘛 如果你覺得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需要台獨 那你以前標榜台獨是幹嘛 所以你以前標榜的台獨 只是為了要讓你拿到中華民國權力的一個工具而已 那當你拿到中華民國的權力以後 你也不會去推動這個台獨 因為台獨對你來講 不是理念 只是工具 所以 這就是民進黨啊 這位女生 你熱愛的民進黨就是如此啊 什麼性別平等 在民進黨裡面一堆性騷擾的案件 只要這個性騷擾 發生在這個 藍的 國民黨這邊 范雲就跳出來了 啊 不能容容忍啊 啊 這個你看這個藍的這樣 啊 只要發生在綠的 范雲就閉嘴 啊 這什麼德性 你真的相信民進黨 他是他捍衛你的這些價值嗎 啊 小姑娘 醒醒吧 民進黨他愛的就是權力 這些價值都是他要獲取權力 你戴上的假面具而已 啊 我在講民進黨還有一張假面具 叫做反中 反中是民進黨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張假面具啊 我覺得可能是了啦 因為他帶完這個他也沒 他搞不好也也也也 也撈不了多久了 民進黨還有一個反中的假面具啊 你真以為他反中嗎 你真以為民進黨要抗中去中化 是什麼 這大家打從真心的嗎 啊 你們這些 跟著民進黨 你們可能是打從理念 也也也許被民進黨洗腦還是怎樣 打從理念就覺得 幹 你背我 就是台灣人啊 幹我們是台羅文 我們南島族啦 我們要跟著民進黨去反中去抗中 你真以為民進黨反中嗎 我告訴你 反中也是民進黨為了奪取權力的假面具而已 到時候 那一天來了 民進黨會比誰都還要親中 真的 他 他 其實賴清德 他也是開始變啊 他不是開始變親中愛台 抗中保台變親中愛台 也就四年的事 你們還跟著民進黨反中 別傻了去想吧 這些這些 性別平等環保自由民主台獨 加上反中 全部都是民進黨獲取權力的工具而已 這些年輕人 你們 你們就是被民進黨當棋子而已啦 好 那你們也是被利用的 但是你還是要看 你看著 不管是看著一個政黨 或者這群 民進黨這群 掌握這個權柄的這些人的這個嘴臉 你看著他們 你相信他們會捍衛你這些所相 你這些理念嗎 你覺得這些人會捍衛你這些相信的理念跟價值嗎 他們會為這些你相信的理念和價值而奮鬥嗎 這一群 民進黨內部掌握權柄的這一群人 會嗎 會嗎 我給 我給 大家 Cue一個新聞 也給這個女生 Cue一個新聞 來 我看了都笑死了 對性騷擾 凌容忍 陳時中 記者就去訪問陳時中 陳時中說 絕不姑息養姦 對性騷擾 凌容忍 陳時中說 我絕不姑息養姦 我們黨絕對不能姑息養姦 陳時中認為台灣對於性別平等 還不算是成熟社會 未來必須再加強性貧教育 提升每個人性貧觀念 但現階段性騷擾要求凌容忍 不能姑息養姦 在處理過程中要尊重當事人意見 單位主管必須盡全力 有責任的予以協助 陳時中說 面對性騷擾 絕不姑息養姦 我再問 剛剛那個女生 你相信民進黨這些掌握權柄的人 他們會捍衛你的理念跟價值嗎 我真的 我看到陳時中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 只要你今天夠不要臉 你今天只要夠不要臉 你為了全力 你可以放下所有的個人的原則 個人的道德觀 個人的是非觀 然後你不要臉 你無所不用其極 你是這種人的話 歡迎加入民進黨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原則 你還有稍微有一點堅持的價值 比如說那一位 那幾位爆料的女生 他們還心裡面還有一些自己覺得堅持的價值 我覺得女生受到性騷擾 不能這樣 我一定要爆出來啊 我自己受到我也要替 我不能這樣隱忍 我等於是製造下一個受害者 我相信這些民進黨 這些爆料出來的女性黨工 他們至少心裡面還有一些原則跟理念 所以他願意去爆出來 但是當他爆出來的時候 他的政治生命也結束了 所以我說 今天你只要夠不要臉 你為了全力 你可以放棄你所有的原則 而且你可以不要臉到極致 歡迎加入民進黨 我看到陳時中講這個話 我如果是陳時中 我就不講話 我就轉頭就走了 你還可以說 我們絕不姑息養姦 我給大家複習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來 陳時中 去年 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陳時中在一個酒局 酒憨耳熱 酒足飯堡之後呢 摟著人家的人妻 人家的老婆 老公還在後面 就這樣 還有更 還有更那個親密的畫面 他是不是有摟肩膀啊 有有有有有 這邊這邊啊 喔喔喔喔喔 摟著人家的人妻 就這樣 走出來 這不算性騷擾 對陳時中來講 這不算性騷擾喔 但是 他叫做 藉著自己的權勢 因為你 你是在人家老公面前 你是做這種事 我 我 我不知道他 他老公當下會是什麼感覺啦 可能他 他老公或者跟民進黨 也有些 利益交換還怎麼樣 但我不管啦 反正就是說 你好意思 你他媽好意思 真的是 你陳時中你好意思 所以我說啦 這些這些年輕人喔 你們還相信民進黨的 你們覺得 什麼性別平等 環保 自由民族啊 包括台獨 包括台獨 包括抗中 你們可能是基於一個純粹的理念 覺得 我真的相信是如此 但是請你們張開眼睛看看 你相信的這個民進黨 他現在掌握權柄的這群人 他會為了這個 你相信 你認同的這個理念去捍衛嗎 不可能的 事實上 對於民進黨這些掌握權柄的人來講 你相信的這些理念 都是他 獲取權利的工具而已 包括 你個人也只是民進黨利用 你去獲取權利的工具 所以這些相信民進黨的年輕人 我再把這位女生的臉書給Q出來 我也相信我始終熱愛的這個黨 是一個多數人都重視年輕人 堅持性平價值 也是懷抱著公平理念 正義理念的政黨 如果你看到陳時中 講那句話 你還會這樣相信嗎 不要傻了 各位熱愛民進黨的這些青年朋友們 你們仔細去想一想 對民進黨來講 所有的理念 都只是他要獲取權利的工具 理念就是他的假面具 你們張開眼睛好好看一看 OK 然後此時此刻的民進黨 只要你夠不要臉 你沒有底線 你願意為了權利 你拋開所有的道德枷鎖 你是這種人的話 歡迎加入民進黨 但如果你還有一些你要堅持的理念價值 而不願意妥協 就像這位女生一樣 你在民進黨的前途就是GG 你在裡面就是GG 你就沒有政治前途 所以 加入民進黨之前 先考慮一下 有一句話叫做 劣幣驅逐良幣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民進黨裡面還留下來 剩下來的 大概就是這種人 那像這個比較純粹 比較pure 因為我相信 絕對台灣有很多 是相信民進黨提出的 這些理念的這些年輕人 性別平等環保自由民主 什麼台獨 這些年輕人 只要你真的去接觸了這個 黨 你在裡面走一招 你就會知道 原來 只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 大家都只為了權利而已 好不好 好 來 這就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主題 理念呢 只是民進黨獲取權利的工具 理念呢 只是民進黨 為了權利 為了權利 戴上的假面具而已 陳思中 呼籲大家 面對性騷擾 絕對不能姑息 你相信嗎 幹 他媽真敢講 唉 真敢講 好 來 接下來我來講第二個主題 第二個主題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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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